而現在呢 到底誰是戰犯 其實呢 這個侯暖軒董事長二十二號 到電臺接受訪問 談到整個罷工的協商過程 他是頗有微詞 說自己相當無助 畢竟當天才交接 他還爆料傳簡訊給前總經理 張永恆卻是已讀不回 而不滿被外界只為罷工禍首 張永恆也出面說明 華航罷工事件新任董作何暖軒 二十七號接受電臺訪問 炮國對準前任總經理張永恆 表示空服員決定罷工 當晚就傳簡訊給他 先同意空服員可以在台北報導 希望能平行罷工念頭 但張永恆卻是已讀不回 讓何暖軒感到相當無奈 經過一天時間 張永恆投書 平面媒體反擊 張永恆內文指出 罷工前行傍晚六點半 因與公司員堅持的原則相違背 對公司的永續經營會產生重大衝擊 所以沒有得到董事會正式授權 加上黃航是上市公司 除員工訴求外 經營人也需要考量股東及全民的權益 無法任意同意將來 每年可能產生的巨額支出 當時只簡短向何暖軒報告 將開設應變中心應變 要處理的事物非常龐雜 因而錯過回復相關長官或單位的電話 如果說因此事抗命 未免過於沉重 你現在一年說增加兩億到四億 你不給 每一天去燒 這個錢 更多 如果燒了十天下去之後 你怎麼辦 那這些損失十幾億 那誰來負責 給他們說吧 避免損失 繼續擴大何暖軒選擇讓步 不願被指罷工禍首 張永恆只打破沉默 寫了三千次 細說罷工前行的始末 但事件也恐怕還沒能 這麼快落幕 記者做過的 我們有到達了 這麼快落後 有什麼事